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这个《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4日 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我家称生,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来我们的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部》 《三台沙冷器》那里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聘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这一节就是我们《芒向狂想曲》 社长,究竟是什么呢? 又不是狂想曲的 现在说一说川普败选的讲话 因为其实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败选讲话 其实他应该一早要讲的了 如果他不讲,就帮他讲吧 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我们当他讲的就不会像老肖那样 缩在别人的床下底 是吧? 是呀,但我们是根据他平时的做法 和平时讲话的方法 我们是帮他制作了一个敗选宣言 即是打侧身,然后吊起嘴 两只手放在前面 一个左边角头高,右边角头低 这样在说话 是吧? 我觉得他们的一件事就会 我想一想吧 今天我作为美国总统 我很感谢我的家人和我的私人律师 朱利安尼 虽然他们之前犯了很多小错 但我也决定特赦他们 特赦人包括我的儿子 Donald Trump Jr. 和Erik Trump Ivanca Trump 和朱利安尼 我觉得是这样 还有我女儿的丈夫 我觉得她会这样说 而且她会学一些黄人 I will be back 你开始为了会来之类 我觉得她会这样说 另外我也觉得她每天都会祈祷 朱利安尼 不要再选择将来这四年 因为她可能就会再 应该这样说 以她的身份 我一定会回来 四年之后我会再见大家 另外我会感激班农 虽然她是做我的 其实我辜负了班农 因为她一直都好像和我断绝了关系 但是她帮我做很多事 另外我还要感激郭文贵先生 她起了个牌子 哈哈哈哈哈哈 之后大家知道 我的孙女 Ivanca的女儿是识普通话的 最近她已经在唱着 郭文贵先生的《take her down! ccp》 每一天她都在亮着她的普通话 而且对她郭文贵先生最新的作品 叫《take her down! ccp》 她也十分有感 十分觉得一首好歌 都已经在各大媒体下载 以及每天手舞捉到 之后她就会问 为什么郭文贵先生 没有好些童装 希望郭文贵先生设备多些童装 让我的孙女穿 当然郭TV是一个很伟大的媒体 每一天 她的造谣 不好意思 每一天她的《真新闻》次数 是比造谣次数多得多的 她不是说她不会说造谣 唯一 报道《真新闻》的电台 就是郭TV 和《大忌苑》 没错 这两个虽然是来自华文世界 但是 我深深地感受到 来自华人的支持 尤其是一些岸子 不是 不是 比较高尚的华人 她支持我 做了很多事情 还有一件事我特别明显 来自阳方的赵一元先生 她每一天为我辩护 只有她 香港第一的灯神 应该是香港第一的一灯大师 令到我 虽然今天 我没有正正式做连任 但是 也感谢赵一元先生 每一天为我点灯 今天还有另外一位 令她很惨的 把银子摆到洗机洗的结枝 她多谢过我 还在推特上哭 但是她现在 就要受到这个牢狱之灾 希望她早点回来 大家一起共创新事 这就是我的想法 你好像留了个人 还有一个员工二先生 给我的女儿 差一点的女儿 她在我的Facebook 在我的Twitter那里 支持我 如果我年轻几十年 我都会和她交往的 她应该会这么说 是吧 是哦 我很感激他们一直支持我 当然了 如果让我说 我想第一句就是 我并没有输到 今天我没有输到 不过 如果我说我输 就是输在他们这帮 卑鄙无耻的人身上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很感激 Sidney Powell 朱利安尼 她为了我 变成汗血宝马 流汗 Sidney Powell 她虽然不懂字 经常打错字 但是她都永远扑身扑命 我知道她 写那篇东西 用了很大的力量 她为了表示对我忠诚 连这个Google翻译也不用 用Google去查也不用 我很感激 然后以下150个名字 是将会被特赦的 一直说的 说出来 是 还有Sidney Powell 令我看到 原来做律师的 这个写作水平 都如此的高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语法 是吧 是吧 是 感谢大家对我的忠心 而之后就在那里说 在外面众多的侵奋 你们相信我 一起来对抗这个腐败的社会 还有这帮法官 他们完全完全不理我 个个都来欺负我 我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 但是我爱这个国家的心是没变的 我爱大家 我一定会回来 I will be back 都没顶着 那另外一个说法 各位美国国民 从今天开始 我就不会再是你们的总统 不会再是你们的总统 不要这样 傻統领 我爱你的 我还以为 这个美国宪法 第二章是写到明的 如果你做总统的话 他是给你做到 有多长得多长的嘛 好像 不知道是第一章还是第三章 或者是第四章 或者是第五章 可能是第六章 他就说 原来做总统不是做一辈子的 最初 我说 他们偷了选举 你看看他们干什么 他们滚了 百几百几万的人 去填那些选票 他们就将这个总统之位 给了拜登 或者给了Khanian West 他们说我只有四年 但是我只是做了很少事 我还要继续做下去 好像对我很不公平 现在有这么多媒体制造假新闻 又制造假选票 都送给了拜登 好像很不适合 还有 你跟我说 他说那些选票是合法的 好像不是 好像我们没有人监票 那些法官 全部都是该死的 法治已死 还有那些选举官员 很不公道 那些抹擦选管会 全部都要撤销 那这件事选举就结束了 拜登 他会成为你的总统 但是不要紧 我还是你们大家 心目中的总统来的 是不是 大统领我爱你 是不是 2024 2024 2024 对哦 我不是只做四年 我会做未来几百年的总统都是我 是不是 是 当老春万岁 那些獅子獅子 《萬歲!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中場就請貴出來 圍一段 是啊,《Tick it down! CCP!》 現在很明顯 其實現在在網上都有不同的版本 在幻想著 究竟他會怎樣說 他的敗選宣言 很多人都在想 這是我們盲向版本 三個版本 但是到底 他會不會認輸呢? 不會啦 他自己都說 連拜登的就職儀式 他都不去 四年前 我異氣風發 跟你一樣 現在你小心 四年之後 跟我一樣在下面看的 其實看他現在的樣子 好像應該會 很明顯 一到十一月三日之後 拜登站出來 他的勢都在那裡 看他的眼睛等等 已經知道 雙方阿侵 純粹以看氣息來講 阿侵有些晦氣 好像很散散的 又不記得染髮 明明金毛 變灰毛 這種情況 有些 現在那幫人 還在網上說 阿侵其實是在釣魚 準備 就隨時大反撲 就把整幫所謂 Deep stage的人 Deep stage的人 就捉了 隱射出洞 那些黃的經常說 他們到現在都是這樣說 不單止大紀元為首 而是最極端的那幫都是這樣說 都很嚇人 對於現在的情況就是 很多的州份 甚至共和黨人 都會認為 不要懲罰 你這樣繼續說下去 因為其實美國 有一大部分 不出聲的中產 都覺得玩夠了 你這樣傷害我們國家下去 是不行的 繼續撐它 其實是剩下很少的 就是慢慢減退 應該這樣說 有一幫中產的人士 開始覺得 好像玩夠了 有一部分共和黨人 甚至是這個 在Georgia州 這個共和黨裏面的議員 有一部分 那些官員 那些說 你再不肯認輸 現在我受到死亡恐嚇 我直接罵他 你身為一國總統 不要搞這些事情 這樣說 其實他都應該是 我覺得他 我們都罵了一些 過去四年 真是令人 令到很多人 會益 很值得令人會益 因為我 做了 應該說是 封功遺跡的四年 所以大家永遠都不會忘記我 我也不會忘記大家的 YOW 都可以說 因為他應該會說自己 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 這樣說 現在看他的樣子 又不染發 而且眉毛都白了很多 比較老了 以前就有型 一些 當然 七十幾歲 差不多 就是這樣 希望他就 保存好 希望他就 自己 保存好自己 不要 下次四年之後 在監牢見就可以了 或者整家 應該不會 說真的 都不會 一旦這樣做的話 拜登是說明的 他是尋求做這個全民總統 所以都不會做這些事情 不過如果阿侵 他仍 都是那句 如果阿侵是不知好歹的 繼續這樣搞下去的 拜登不想做都可能 他是逼拜登做 又是另一個情況 美國這場大戲 是不會完的 因為 我們等一會說一說 因為 真的不會完 因為很多人 已經盛傳他 想2024 復出 他現在認了輸 就不能回頭 即使他不復出 應該他的女兒 都會殺出來的 很多人將他寄望 放在Iwanka身上 當然 如果他出來 又是另一番光景 老超說他一定贏的 咦?又登爆嗎? 這樣 老超不說就有自可 一講 可能沒有多久 CYA來找他 有些侵粉來找他 你不要再說話 你這樣 這樣算反過兒 阿蕭是好笑的 阿蕭是好笑的 阿蕭是經常是 舔東西舔得很厲害 這一期是 林老才來做什麼 他才來做Superfans 哈哈 我不知道 看他所說的 其實是 大紀院 事由時報 老三電視台 老超 其實是一樣的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當然 連這個巴爾也說 現在暫時沒有發現 有任何武蔽欺詐證據 是 所以 應該 有些難度 如果像他們所說的 什麼釣魚 釣魚 釣魚 真的釣魚 去他的莊園釣魚 有得釣 是啊 釣蟹都可能有得釣的 那這段時間應該差不多了吧 是啊 好 下次再說其他議題 拜拜 拜拜